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如可以免除衣 先劳力填税 见了县官不用下跪 所以中了秀才虽然不能当官 但却比普通人受人尊重 也可以在私塾教书 但是如果秀才没有背景 或者不能再向前考进一步 那还是相对艰难的 举人参加乡试被录取的为举人 举人如果考了三次还没考上进士 则可以去做登记 登记之后可以当候补官员 如果县里的职位有空缺 可以被授予官职 一般来说候补当上县令的是非常少 也是运气相当好的 一般都是县令以下的职位 所以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及级级以下级别官员 退一步说 即使举人没有等到空缺的官职 不做官他们还有很多经济特权 如免出十几个人的摇曳 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农民会把自己的田地挂在举人的名下 每年给他一定的经济回报 所以即使不担官 他们的经济收入也是不用愁的 在当地也是受人尊敬的人物 进士进士里面 也根据考试成绩分三六九等 进士获得得官职至少是县处级起步 如前面所说 殿士是古代最高一级的考试 硬士者称为举进士 中士者称为进士 出榜分为三甲 一甲是壮恩 黄炎 炭花 任从六品修转和正七品边修 二甲次进士出身 三甲次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要继续考试 合格后到汉林院学习三年再派官 再不计也可能是派到地方坐支线 所以在进士中 好的好的可以从厅局级官员坐起 好的不好的也可以退一步到地方坐管 如支线 那也相当于县处级了 那些在中央做官的进士之后的使徒 则要靠自己努力了 级别自然是无上限的 可能升到省不及 甚至是国家级领导 这里只是一个大概的比较 但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 社会体系不同 考试难以不同 也不可能完全对应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